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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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制作乐器 卡洛斯特串製作得很多 但无论是制作什么乐器也好 我有个基本要求 就是制作出來的樂器一定是要用得到的 那什麼為之用得到的樂器呢? 最起碼音是要準 第二音量要有足夠 所以在第二集的小結他製作教會裏面 就會和大家關注很多有關音準和音量的問題 讓小結他真的能夠拿出來演奏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請按叮噹 好了,上網我們說到油就噴了 打磨又打磨過了 那下一步想都不用想 就一定是連指板 而連指板最重要就是知道它怎樣定位 我們由指板的頭開始數 數到第14格 而14格這條品呢 就應該對正共鳴箱和琴桿的接口這個尖角 對好了之後 又是用正常的方法畫線 來記下位置 之後我們就採用乾癡法 把指板貼在琴桿上面 大家還記得乾癡法的方法嗎? 簡單來說就是兩邊都塗膠 用薄膠片呢 將黃膠刮成薄薄的一層 之後放在這裡等乾乾乾了之後呢 可以將兩面貼合 而貼合的過程呢 要一剔過 因為貼合了就分不開了 現在呢 現在呢 就是回零件袋 去找出上弦枕 和下弦枕的時候了 上弦枕呢 就是一條有四條坑的白膠條 而下弦枕 也是一條白膠條 但是就陷了進去琴桥裡面 由於上弦枕呢 就不是那麼受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濕貼法 去將它貼在指板上方就可以了 至於安裝下弦枕呢 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在這裡我們要認識少少物理的原理 小結他上面一條弦線的中心點 應該剛剛好 是在指板的第十二品的位置 現在我們拿把尺 由上弦枕開始量度到第十二品 發覺的長度是193mm 於是我們由第十二品 開始向下量度 在193mm這個位置呢 就做一個記號 我們將指板上面 第七格 第十格 和第十五格 連成一直線 然後我們就採用適當的工具 例如一把角尺 在193中心線相交的位置 畫出一條垂直線 而這條畫出來的垂直線呢 正正好呢 就是下弦枕的位置 於是我們將琴橋和下弦枕 放在這個十字的中間 前後左右對位 讓下弦枕和剛剛畫的垂直線 對齊 我們又可以圍著琴橋來畫線 畫好線之後 自然又是用乾癡法 將琴橋黏好 但是琴橋呢 是相當受力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只用膠水都不夠 我們在零件包裏面 找到兩條長螺絲 而這兩條螺絲呢 扭進去之前呢 必須先轉了兩個導孔才行 那我們利用小型電鑽 夾一支1.5mm的鑽嘴 在琴橋的兩個洞那裏 轉兩個導孔 轉了導孔之後 就可以用電動螺絲批 將兩條長螺絲扭進去 在這裏要補充一下 這兩顆螺絲呢 必須扭到很深入的 基本上呢 扭了進去之後 你不會見到螺絲頭的了 之後呢 我們零件袋呢 也都找到兩塊白色的圓膠片 他們的作用呢 就用來遮蓋剛才那兩個圓孔的 我們用一把膠錘呢 將它塗進去洞就行了 安裝船樓之前呢 千萬不要忘記了這四個孔室 他們是要安裝在琴柄頂 那四個孔呢 用來將四個船樓定位 由於孔室呢 也是一些不受力的配件 所以隨便你用什麼膠水 用黃膠也可以 用A膠也可以 將四個孔室 貼上去 琴柄上高的四個孔就可以了 所有的配件都差不多用完了 剩下四個船樓 和八口短的螺絲 我們將整個Eucalini反轉 在琴柄的背後 將四個船樓插進去 留意 船樓是有分左右的 插進去之後 你會見到 黑色的螺絲呢 是向下的 由於八顆螺絲都是短螺絲 所以用普通的螺絲 扭進去就可以了 其實來到這裡呢 小結他已經完成了 不過安裝琴弦呢 都是一個小結他的演奏者 必須要懂得的技巧來的 琴弦總共有四條 四條由上至下數 分別是 G C E 和A音 根據物理的原理呢 越是粗的弦應該越是低音的 所以G C E A C應該是最粗 E是第二粗 第三粗應該是G 而最有的應該是A 於是我們憑粗右 先找出哪條是G燃 把G燃插進去琴橋這個位置 G燃線反過來 在下面兜過去 變成了一個U型 然後好像打結一樣 在旁邊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第二次 剛剛在琴橋的下面呢 伸出來了 G燃線的另一端呢 就伸到船樓 插進去船樓中間的洞裡 一直將船樓逆時針地轉動 你就會見到 G燃線會打了交叉 當它打交叉之後 你就可以把G燃線的尾部 插進去剛才的洞裡 從而就把G燃線自己又綁死 只要上下這兩個結都綁得好 我們現在轉動船樓 就真的可以把G燃線的音調調調 接著輪到C燃 也都是一樣打剛才的結 唯獨不同 就是C燃 應該是包實剛才G燃 凸出來的尾部 而在琴頭那邊呢 亦都是做相同的事 不過注意C燃是比較粗 反過來插進去的洞裡 是有點困難的 再來就是到E燃了 跟剛才一樣 E燃應該將C燃的尾部包住 而E燃和A燃 應該將C燃的尾部包住 而E燃和A燃 應該將C燃的尾部包住 都應該將C燃在琴頭右邊的兩個船樓 而扭的方法呢 一樣是逆時針 但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在扭E燃和A燃的時候 是錯誤用了右手 就不小心會用了順時針 最後就是安裝A燃 A燃也是同樣把E燃包住 安裝到第四個船樓 也是逆時針扭動 你看到很整齊 C燃是包住G燃 E燃是包住C燃 而A燃是包住E燃的 在這裡再檢查多一點 看看下燃枕 是不是左邊比右邊高 現在燃就裝好了 但音就不准了 我們就需要用到手機 或者調音器 在母子琴的製作裏 我們都教過調音器 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建議繼續用調音器 因為調音器可以夾著 在任何一個地方 準確一點去調 在我發覺由於其他地方 正在視像性眼耳 裝置之間都有點虛偽 所以調音器 要收緊自己的用語 而調到對音 我現在第一轉 我已經調到G,C,E,A 但不夠一段時間 我發覺它又走音了 已經走音了 為什麼呢 因為小吉他的弦線是用利弄做的 利弄的延展性很強 所以一邊調 它才會拉緊 現在我們調適了一次 要不斷地調 我已經循環調了幾次 現在比較穩定 但很快就會走音 大家要不走音 唯獨不斷地調 要是調三幾次 直至一個星期後才會穩定下來 小吉他的製作教學 到此為止 已經完整了 如果大家喜歡卡路斯製作的影片 請在下面加個讚 以及寫出你的意見 今天到此為止 再見